大家好 我是竹北縣山店的趙佳 那在新埔的朋友一定很熟悉身後這個 戴安莊園 它是屬於美式莊園 那今天有喜歡戴安莊園那種風格的朋友有福啦 如果你最近在竹北看什麼四房 三房 大概這種 價格區間帶的物件 我覺得你可以來看看我們這一間 離竹北市區 大概車程15分鐘而已 但是 它的條件跟它的品數呢 是足以滿足你們家一輩子的需求 那我們現在 話不多說 來看我身後這間美式莊園 好 那我們看得到 我的右手邊是我們的造景庭園 那因為現在是配合美式風之後 你要改日式 其實也很適合小橋流水嘛 就是經典的日式風格 那回到我們房子這邊 房子前面也有自己的花園 可以種種花花草草 那在房子後面也有菜園 等一下會帶大家去看 那因為這個農舍比較特別 它是屬於老農配件 不會說要買到756坪以上的土地 才有辦法蓋 那我們後面還有自己 獨立的 籃球場 再進去就是我們的車庫 然後接連到我們這整棟的房子 房子主體來說的話 因為是農舍 所以只能蓋到二樓 那它的基地面積也有一定的限制 不過以這坪數來講 我們光室內就有快80坪 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 男主人的感覺 看到這個霸氣的雙開門式玄關 然後還有這美式庭院的風格 好 那話不多說 我帶你先看旁邊 等一下室內壓箱表 晚一點再看 那我們其實來到側院 它這邊有規劃一個水泥的這個空地 這個空地其實平常朋友來 烤烤肉或什麼其實都很適合 為什麼說烤烤肉很適合 因為我們側邊圍牆外側這一條道路啊 它是不是住家 它是規劃成那種私人露營區 所以其實你在這邊烤肉 那邊又有水 這邊又有空地又遮陽 其實這邊烤肉來講的話 是相對蠻方便的 那後面就是我們其實許多有農舍的朋友 會很喜歡的一個小天地 小小的菜譜 或者是花園都可以 所以其實它規劃這樣小小的 所以不太需要弄到很大一個 這個又兼具美觀 那這樣照顧起來相對的話 會非常輕鬆 你看濃色真的多棒 這什麼 橘子素 中秋節快到了對不對 你忘記出門買伴手禮 沒事 這邊還可以種柚子素 然後像我們旁邊啊 其實你們這邊要種蜂樹 或者是櫻花 它一年四季都會有不同的顏色 其實做起來就會很漂亮 這就是濃色的好處 你要怎麼規劃 都可以自己決定 那我們四周其實也是 離鄰居都很遠 所以你聲音上也不太需要擔心會吵到其他人 那我們這邊 左手邊看到我們這木頭柵欄的地方 其實是我們的水塔 跟晾衣服的空間 那水塔的也蠻特別的 我們有兩個不同的水的來源 一個是自來水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一下水 那這邊是車庫的空間 像門口其實它有配來賓的車位 三個車位都可以停 那這樣子其實朋友走進來 在這邊打打球 或者是跟小朋友在廣場這邊玩 休閒度假都蠻好的 中秋節快到了 這一間把握一下中秋節還來得及開個派對 濃色還有要看什麼 就是隱私 其實這整片都是零路的 那屋主故意把開口坐在那邊 留了一個車道的位置 這樣進出除了安全之外 側邊這一條 有沒有看到後面有高高的這種柏樹 這一條柏樹其實也都是我們的土地 那種了這一排 編故我們的隱私 會比較有安全感 能裝攝像機的地方 我們都裝好裝滿 安全上面也都是屋主想的非常周到 我們又回到門口了 剛剛繞了一圈 有沒有感受到我們濃色 其實真的不用太大 這是小而精美 那大家最期待的房子內部 我們帶你們來看 哈囉 歡迎光臨 我們一進來看到我們這氣派的雙胎式玄關大門 然後再到我們中間這很大的玄關空間 這個其實是磁磚喔 而且他一進來就是這樣的磁磚樣式 而且重點是他不是手繪的 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包含其實你們現在等一下看到 待會室內所有的東西跟物件 幾乎能進口屋主都進口 那能用國產就是像那種氣密窗 用到最頂規的屋主也都用最頂規的 因為其實有一個蠻特別的一點 因為我進來這個農舍 我沒有發現那種小蟲 因為一般我們那種小蟲會從窗戶進來 所以你窗戶其實做得好 家裡面是不太會有小蟲的問題 沒錯 我們客廳就是如此之大 可以放到摸字型啦 這個茶几已經堪比一般人家裡的餐桌了 然後剛剛有提到 因為我們周遭是沒什麼鄰居的 所以你要放卡拉OK機也OK 那客廳其實也有做挑高 然後是做鞋頂的設計 畫面的窗戶 那其實可以第一時間掌握小朋友 或者是戶外第一時間的動態 在客廳都可以看得見 那其實像這樣的配置來講的話 真的我覺得農舍是現在 你看竹北幾乎那樣三四房的售價 其實這間都可以買得下來 沒有問題 我們這間它是四房的配置 那一樓這邊可以當作孝親房 那因為長輩不用上下樓 其實也蠻方便的 那這邊其實可以看得到是我們的衛浴 那我們每個廁所其實除了對外窗以外 抽風機也有 還有一個 這也是一般建商沒有在配這樣子的 這個很厲害 這是鋼的 那一樓孝親房屋主也是很貼心 留了一個相對很安靜的空間 因為濃色其實已經夠安靜了啦 都只有蟲鳴鳥叫 那這一間的話 相對它離其他樹比較遠 所以其實蟲鳴鳥叫聲音會相對小 那長輩在這邊睡覺的話 其實是很舒服的 那他長輩這邊也會有一個自己獨立的衛浴 這邊 那長輩的衛浴也都沒有設計浴缸 所以也是一般基本乾絲分離這種的 那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自己再加個扶手 就可以給長輩當臥房啦 那我們出來左邊客廳 其實中間有隔一個鏤空的設計 來到我們餐廳的空間 餐廳的話 這邊這個 你看這個每次的廚房是多少家庭主婦的夢想 那其實屋主他不管在檯面啊 廚具或者是設備上面 其實能用頂他都用到最頂的 那還有一個我覺得蠻棒的設計 因為他這個是坐在斜角 剛好有效的利用這個零碎的空間 所以其實你在這邊不管左邊或右邊 都有很多的空間 可以去放備料這些的 那我覺得不只太太啦 可能先生偶爾來幫忙的話 這空間也不會說很擠 那小朋友也可以在餐桌讀書 那其實這樣我們都可以第一時間顧得到 家庭的關係可以相處得更融洽 更多時間相處在一起 那我們的廚房跟餐廳其實就是融為一體 然後再加上客廳 所以其實這個整個一樓平面 簡單來講啊 都是同一個平面 比較沒有隔間做分隔 那左手邊這邊的話是我們的洗衣間 右手邊的話是我們的儲藏室 那後面的話其實像小朋友吃完飯 長輩吃完飯 在外面拉個兩張椅子 泡個咖啡聊聊天 也是挺愜意的一件事 那我們來到二樓 因為是自地自建的關係啦 所以屋主天地壁 就是當時在建造的時候 所有的料都用到很好的 小細節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們這個樓梯磁磚這個 這個其實是有做一個弧度的 這是小細節 如果細節都能要求到這樣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說結構 或者是哪個地方屋主沒有顧到 妥妥的 都顧得妥妥的 好我們帶您來看二樓 一般樓梯都是做到90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有做到120 到二樓平台這個地方 其實二樓平台有很多的巧思 一來是我們其實這邊 它是做半透明的 那其實可以看得到客廳 那客餐廳跟樓上的空間 幾乎都是融為一體 那像上面也有做我們的氣窗 氣窗的話不只採光 像通風換氣這些也都非常好 尤其像我們這邊二樓 因為其實算屋頂了嘛 那大家會想說 啊怎麼很熱啊 其實不會 因為屋主它在屋頂的那一層 其實中間有做一個中間的隔層 所以其實它的熱源都是在隔層裡面 那其實相對來說不會說是那種很悶熱啊 因為像現在正值夏天的時候 OK 那我們來看主臥室 那主臥房應該說臥房的部分 我們全部都是鋪木地板 那公領域才是鋪瓷磚這樣 那主臥房的話這邊目前是放兩張單人床 但是你要放到Kingsize 不可能會有問題啊 沒問題 你要放到Kingsize再加一個單人也OK 那我們看到其實二樓幾乎每個房間 都會有屬於自己的一個陽台 那可以看到我們房間陽台看出去啊 其實不會看到其他住家 那可以看到後面其實大人家是規劃我們的 露營區 我們這門它一樣也是鋪燥的 細心的朋友一定有發現 其實每個房間都有做它的系統櫃 那這個板材屋主也都是用好的 也都是知名品牌做的板材 那這邊有一個更衣室的空間 然後一路到我們後面 有一個很美很美真的很漂亮 那衛浴也有開窗的我們主臥衛浴 那我們樓上的主臥房 其實跟我們後面兩間小朋友的房間 其實是分開的 它沒有共同臂 但是又有這個中間的供領域 那這邊的話是我們 次臥 次臥的空間是有做一個書房 跟後面有整套的系統櫃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房間一樣是 因為是二樓 所以它一樣是有挑高 那一樣也有一個後陽台 後陽台的面向位置跟主臥是一樣的 那這邊衛浴的設備也是小朋友一起共用的一套衛浴 那這邊的話是另外一個房間 那這個房間比較特別 應該說我們每個房間 除了大之外 你每個房間都有兩面採光 對啊 除了這種條件的房子 不然哪裡還能找到每個房間 兩個採光的面 好 那我們前面這邊的話 它是面到我們的廣場 就是庭院造景的那個地方 那上面也都會有做起床 這是基本的 因為置地置建 你要求它的建材多爛不太可能 一定都是頂規的 那其實可以看到這邊有做到 它是斜頂 就是這邊是最低 然後一路到後面最高 所以其實我們上面還有做一個小閣樓 那小閣樓的空間其實也都可以規劃成書房 那這個陽台呢 是我們有閣樓那個房間 它的陽台 就是面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位置 那其實看得到前面這一條 它除了零路之外 有我們的巨大的波數 為我們保護我們的隱私 那其實像前面那個玄關的位置 有沒有看到 現在有人在回轉停車 這就是好處 因為我們這邊這條路其實 它的車流比較少 那如果你能在裡面這邊 停車甚至回轉的話 其實相對是安全的 或者是開鐵門那些 那所以其實在這邊 你們平常家庭活動 朋友聚餐 家族聚會 OK的首選 包著你人緣好到不得了 人賣等於錢賣嘛 朋友交不完 一定交不完 是我我也都想來你家裡做做 對不對 好可能你會覺得 買這種獨棟型的房子 會怕什麼漏水啊 避崖這些的問題 但其實你仔細看 身後的房子 它屋頂全部都做斜面 那斜面之外 也有都做出來一些 就是有點像雨遮的概念 所以我們上面其實 它是沒有水塔的 它是直接加壓打上去 這樣的好處 除了房子兼具美觀之外 其實漏水避崖 不會發生 因為不會積水 跟傳統的一般建築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看到我們身後 這美式建築真的是 越看越漂亮 它越看越喜歡 因為整理起來真的很方便 如果您在附近有找大概像竹北 可能四房啊 三房這種的物件 我覺得啦 不妨真的來看一看 寧願你看了不喜歡 也不要說你完全沒看過 甚至錯過 對 花一點時間 帶個家人朋友 一起來這邊走一走 讓趙家 我 為您介紹這個 真的我覺得很棒的房子 有喜歡的朋友 趕快聯絡趙家 我帶您來看這個美麗的美式莊園 等一下 按讚訂閱分享 不然老闆可以罵 但是 如果你不來看 我會難過 真的 撥個空 抽個時間 我帶您來看看 交個朋友 散散步 讚的 真的 橘子吧 應該是橘子 對 橘子 來 就說你知道這什麼書嗎 什麼書 你現在在拍啦 對啊 再一次 嘿 請稍聽 請自己 請稍等一下 請按讚 請稍等等 請按讚 請請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